现在我们恭请法王圣尊联圣伙佛赐寿出家戒 请发心受出家戒弟子常贵合掌 恭请法王圣尊联圣伙佛法育开释及赐寿剔度仪式 传授出家戒 授戒的名单 王向宏 法名 莲隆 李陛霞 法名 莲雅 莫容荒 法名 莲康 郑怡林 郑祁怡 法名 莲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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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下 絕無虛名 現在問四位 你們是自願盡行受 遵守出家倔利而不犯嗎 是 這個一問一答 就是得戒 現在問你幾個問題 一 向王 向宏 蓮蓉 要回答的 問你們出家有功德嗎 沒有功德 好 問李陛俠馬來西亞蓮雅 出家有利益嗎 一位 是哪一位 先舉一下手 我們會講麥克風給你們 有師生 好 蓮蓉講出家沒有功德 那麼佛說出家功德經 那你怎麼解釋 回答師尊 所謂沒有功德 麥克風 麥克風 拿著麥克風回答 謝謝 回答師尊 所謂沒有功德 那才是功德 沒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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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功德才是功德 好 你再把那個交給蓮雅 蓮雅法師 問你 這個 如果沒有利益 那麼佛說出家功德經 功德不是利益嗎 那問你 你為什麼 這個 當然佛說的一定是對的 是的 師尊 那為什麼有功德呢 為什麼有利益呢 好 師尊 有利益有功德 那是當然的 因為我們要上求佛國下化重生 我聽不太清楚 請再講一遍 你們有誰聽清楚的幫 他出家就是上求佛國下化重生 所以 上求佛國下化重生 好的 你把那個 交回去 把那個 再補充師尊一句就是 就是有功德 但是我們不執著這個功德 好 沒人敢接 好 好 我講這個樣子 這個 在文摩結經裡面 這個佛的兒子 是 釋迦牟尼佛的兒子 對著兩個 要來出家的人講 佛說出家功德經 這個文摩結就出現 跟佛的兒子 跟佛的兒子講 跟佛的兒子講 你講這個是不對的 真正的出家 不是為功德而出家 也不是為利益而出家 也不是為利益而出家 能夠沒有功德想的 能夠沒有利益想的 才是真出家 那麼看起來 兒子也講這個 跟這個 釋迦牟尼佛講 出家是有功德的 好像是兩個互相衝突 它其實是這樣子的 佛的佛說出家功德經 是因為方便接引 眾生出家 眾生出家 才講的 那是一種 全法 全 全移之計 說有功德 有利益 是全移之計 實際上 你真正的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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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功德 也沒有利益 因為在維摩節的經裡面 談到的了意的事情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也沒有什麼利益 這個才是了意 這個才是了意 了意 就是實法 實在的 說 沒有功德 沒有利益 但在全法上來講 為了引導眾生出家 佛才講 佛說功德經 所以你們四個今天出家 怎麼樣 根據維摩節的 教導 就是 不要有功德想 也不要有利益想 你們做的 就是要做你們出家人的本分 出家人的本分 要做什麼呢 跟大菩薩所做的 是一樣的 也就是 勿施 持戒 出家有出家戒 持戒 精進 忍辱 那麼得到 如來的知慧 跟學習 專心一致的禪定 在布施上的講起來 你做法務 就是在做布施 所以不能獨自修行 你是要跟眾生結言 這是維摩節本身的 跟這個 釋迦摩尼佛的兒子所講的意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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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我们唱念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请受出家借弟子到圣尊法座旁接受剃度 本师释迦摩尼佛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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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新出家弟子代表敬献哈达籍供养 请新出家弟子回到谭诚中央 鼎礼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级谭诚三宝 以拜根本传承上师级谭诚三宝 欧阿辉 平等于其受 受借仪式圆满吉祥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 请回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